手机随着时间日行月异 根据网络报道 在2020年 65市一项人士中 就有68%拥有智能手机 但在2021年提升为73% 炸片手法也越发猖狂 前代年轻人是否会担心 家里的长者抽片呢 请问你如何看待长者 重度使用手机 我觉得没有很意外 也就是这样蛮正常的 你如何看待家里的长者 或者是家长过度使用手机 这个习惯 对我来说 已经习惯这件事 因为在家里的长者 全部一回家 可能就直接先滑手机 看剧 现在连吃饭都是 看手机在吃饭 所以对我来说 我已经习惯 可是也希望 大家不要那么着迷手机 还是可以人与之间 有一些沟通 你们如何看待家长 过度使用手机 或长者 我没什么意见 如果他们能找到自己 能用手机 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话 那其实没什么关系 了解 我是怕他们会接收到一些 不时不时的讯息 你如何看待他们 现在过度使用手机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趋势吧 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 都不得不去使用手机 比如说像是有的时候 可能你要付钱 或者是办理一些业务的话 现在很多都变成线上处理的 所以我觉得 可能也不算是 就是可能也不是说不好的 算是一种现代的趋势 请问你如何看待长者或家长使用 过度使用手机 我觉得就是现代年轻人都蛮常用手机的 他们也可能学一样吧 就是看着人看着人 然后就跟着我们一起 想说这样子比较个人上潮流 我觉得算是他们是想要找一个东西来陪他们 请问你会导致长者过度使用手机 导致诈骗的发生吗 还好 虽然西晚潮在暴 但在我认识的长者之中 大家对诈骗都蛮有防范 你会担心长者使用手机导致诈骗的发生吗 会啊 会 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容易 就会不容易陷进去诈骗的手段里面 你们会担心他们被诈骗吗 会 你会担心自己的父母或者是长者 有被诈骗的可能性吗 会担心他们会被诈骗 但是还是会更希望他们可以 就是去多了解 请问你会担心他们会被诈骗的可能性吗 对 会很高 请问你会担心诈骗发生吗 就是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其实蛮担心的 因为像我们那种年轻人都会被骗的 他们何况是他们 你会如何降低父母或长者被诈骗的可能性 可能他们会有一些收到一些什么重热透 还是什么防疫补助的讯息 我就会帮他们看一下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会如何去防止家长或长者被诈骗的可能性 可能就多转发一些正确的资讯给他们 你会如何防止家长或长者被诈骗的可能性 文章吧 就是转发一些文章或者是新闻的连结 对 你们会怎样去防止呢 防止他们被诈骗的可能性 你说防止他们被诈骗 对对对对 当然就是基础的宣导要做好吧 就是在用手机之前基础的宣导 还有一些政府有在推广的防诈骗的政策 要就是可能跟他们告知一下 传给他们看 对 你会怎样防止父母被诈骗的可能 可能平常就跟他们说一下吧 就是不要相信网络上面的谣言 然后跟他们说反诈骗专线之类的 你会如何去避免或者是说你会如何去降低父母被诈骗的可能性 就是平常就要跟他们宣导这些指使 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样使用一些 像手机上面一些APP这样是对的 然后告诉他们现在最新的诈骗话术是什么 六叔独身以上的长者过度使用手机已成强态 但却往往成了黑客诈骗的攻击对象 根据2022年台湾网络报告指出 台湾整体上网络已达84.3% 显示台湾人网络使用年足度高 随之而来的 辨识人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犯罪分子的策定目标 希望大家在使用网络的时候 也保持谨慎的态度 不要被一时的利益所迷惑 导致诈骗的发生 以上是曾佳勇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